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第三题 第三题好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不多不少 一百万 但是 它只属于一个人 大家今天见到了这一百万 一会儿我会把它送进完美别墅 大家将和这一百万 共度一周的时间 待会儿我会进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这一百万的感受 谁最终可以拿到 这独属于他自己的奖励呢 我相信 这是你们自己 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完美假期的观众 最想知道的答案 视频结束了 然后 问题很奇怪 不是问这一百万的事 而是 视频当中第几个黑衣人 穿了蓝色的裤子 能出这道题的人 一定是西位中的神秘人 我觉得是黑衣人出的 我觉得那个黑衣人想红 他叫黑衣人 问他穿什么颜色的裤子 谁关心黑衣人 穿什么颜色的裤子 有一百万在你面前 你还关心 关不关心你自己穿没穿裤子 还关心什么颜色的裤子 居然说第几个穿了蓝色的裤子 我都没注意到 而且中间的人明明是马可老师 哪有时间关心黑衣人 马可老师捧着钱 马可老师在读题 黑衣人捧着钱 然后问我 你猜我穿什么颜色的裤子 真的变态 真的变态 这个题真的变态 真的变态 所以说还是要大家继续回答 我们这个问题 对 所以我只能给大家 稍作提示一点点 就是 我给你们提示有四个黑衣人 你们猜吧 一二三四猜就吧 有四个黑衣人 对 然后呢 正确答案呢 跟我的名字有一点点关系 非常大的关系 对 所以说我只能提示到这里了 因为我也没有看清是第几个穿的 他这样直接给我写了个答案 对 当时我看到钱的时候 我哪有其次关心黑衣人呢 对啊 这个题一定是黑衣人给得出 他想红 对 他想红 应该是涛涛 又是 不不不 涛涛最近很好 很开心 我问他 我说 你之前怎么避开烦恼 他说关评论 我以为说换一条裤子 没有没有 他关了评论之后 整个人都开心了